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罗 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问我油价现在涨势稳定了 这么给大家说吧,现在这个花生的涨势 按照咱现在的花生的趋势来说 它是比较稳定的 你要是按照咱这个龙大中粮前面的大型的花生油厂来说 它们分析的都是来说 有可能还得再涨一次 但是涨的幅度不会很大 关于说,咱们就分析分析咱国内的小油厂就可以了 今年就是由于,像我们山东这一块 是由于这个雨水太烙了,把花生都淹了 所以说导致花生大量的减残 包括河南那边都是这个原因 河州旁边,今年的花生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 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 河州旁边,你像这个花生油,咱得吃是不是 而且说咱还得确保质量 所以说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咱用的花生米现在都是5块8亿斤的 所以说蓬佩估计再涨 也就是在6块钱,6块来钱左右 所以说花生油基本上是贫贵的 大家看一下白砂的品种 这个就很漂亮 都是你看,50斤的大 每次一个是37斤的 在这儿时间涨价,大家都是理解 感觉一直在不断地找 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个老四十分的儿子 他都都了解了 所以说,刚才游战价大家也不知道 一般新一天花生给大家一打 就是这个30斤的打 而且说呢,这个油口 就是之前完全炸了 看这个雨季 金黄醋亮 这个雨季开不过去了 不是 咱们 咱们给大家 还有一个朋友们 这个大家在网上 包括新闻都可以看得到了 这个花生的董事 各位朋友们 咱的花生油厂一年生产三百多万斤 包括零售批发工厂超市 各位朋友们 咱的工厂是属于火力多销 而且说咱是确保咱的花生油 是传统的熟炸 这种油炒菜香 不启末 这个大家都知道 咱再来说 咱的西瓜视频金黄醋 卖了三年多了 这个大家都是有不共同的 各位朋友们 我们从下一期 就开始给大家分享 咱这个花生油厂改进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没有关注大家 大家记得关注我一下 我是大龙 咱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大家